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,转发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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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现在来介绍拳头法 拳头法 它一定要握须前 然后拇指翘起来 这样 才能够 很轻松地按进去 但是不能用 握紧的拳头 因为握紧拳头 会顶住患者 使他不舒服 所以这个前头是虚的 有弹性 头转向我 好 那我们耳垂拨开 用食指测试位置 那现在耳后有四个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好 那前头法这样 直接下去刚好四个点都可以按到 好 那 手要放轻松 用身体往下沉 就能把前头带进去 然后向钟摆 均匀的 来回波动 好 这样按完之后 我们再头转过去 换另外一侧 换另外一侧 一样 拨开 然后把点找出来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好 好 那我们前头法刚好一次下去 就可以全部按到 好 然后握须前 靠身体把前头带进去 不能使用蛮力 然后来回均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